最后一个问题 问三个女生 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 因为什么 我上一次哭 是因为我掉了一条项链 因为我觉得 我那个项链挺珍贵的 因为手妈妈送给我的 我上一次哭 就是上一次的录制 然后谈到了一个话题 就是说你的破防瞬间 然后就说到了 我那个外婆对我说的那句话 就是如果我 那个每年见你一次的话 我还能见你几面 我上一次哭是看小说 因为那个小说 它很平淡地描述的 就是女主 从一开始 到它结束的这一生 它没有什么大起大落 但是这种平淡 就非常地打动人 就那个文笔写的 对的 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